嗨 歡迎你們 今天是我們王輝 逢星期三 一個關於健康受傷的program 今天是一個介紹的活動 這個活動是針對我們接下來的6月10日 6月10日我們會正式開班有七堂的課堂 七堂的課堂會包括教大家的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或者聰明飲食的方式 讓我們身體回復健康 你聽過絕食減肥 你聽過絕食減肥 你聽過飲食減肥 我相信香港人也有很多減肥經驗 但你有沒有聽過飽住會瘦呢? 你有沒有聽過原來肥胖的體質 可以透過健康的飲食習慣 科技的食材和健康的生活習慣 可以令我們身體去打造消脂體質 即是說你可以去回一個食極都不肥的體質 聽完之後是不是很開心? 今天請到Thomas老師跟大家分享 這個飽住瘦打造消脂體質 因為他經常說自己保持著28腰圍 一個過50歲的男士保持著28腰圍 是一個很激烈的身形 穿西裝是很好看的 而欣賞的地方是 他真的帶回家 他三個小朋友和兒子 都是用CR90去外國生活 甚至乎他現在整個團隊 因為CR90的關係 而很多男士回復健康 剛才我們說過很多婦人一起回復健康 Thomas老師帶了他進來這個計劃 事不宜遲 怎樣飽住瘦 怎樣打造消脂體質 怎樣一個高科技的產品 在90天裡面 令你整個人由頭到腳都改頭換臉 女女外都可以健康起來 我將時間交給Thomas老師 我們掌聲一同歡迎他 謝謝 OK,很感謝剛才Germina的介紹 在這裡再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Thomas 一般來說做這樣的節目 都說心情很緊張 但我今天真的很緊張 為什麼呢? 我自從2011年之後 進入了弘輝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講TR90 所以其實如果有什麼地方 是咄咄咄咄咄的話 大家要原諒一下 OK? TR90我想告訴大家 是2013年已經有了 所以在過往七年 我見過有很多人很成功 是不是? 也有見過很多人很失敗 為什麼會有些人很成功 有些人很失敗呢? 待會可以講一講 其實TR90我見過很成功的人 會有多成功呢? 他們會多了肌肉 減了脂肪 但記住他們沒有輕度 記住重量是不要緊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整個身體會調理得很好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你看到那三個字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開心 就是什麼呢? 其實是飽住瘦 其實這個世界有沒有這麼好處呢? 又飽又瘦 是不是相反詞呢? 所以大家就要聽聽我怎麼演繹 好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我們現在去到任何地方 都好像無間道一樣 被人拿著槍指著頭 但是那支槍是探熱槍 OK? 很快呢 疫情過去了 不會再探熱了 但是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是要量體重 記住 走得出來 一定要還 讓你經常開紅酒 在家裡吃牛扒 做廚神 記住就是我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令到我們在疫情之前的28要維 重新出現 OK? 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我是28要維 對不起 現在量度一量也有30 OK? 不過不要緊 為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概念 是要告訴大家的 記住一件事就是 概念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如果這個概念錯了的話 一切都是 付諸流水 OK? 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真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知道 在香港人的概念 這個又說什麼 表姐又說什麼 媽媽又說什麼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一個正確的減肥概念 OK? 在這裡我跟大家溫一下書 其實什麼叫做減肥呢? 首先一件事不是減體重 是減脂肪 OK? 脂肪是慢病的根源 其實這句說話是對的 我們經常都說病由心生 首先我在這裡 改一改一點 其實慢病的根源 是心 你不開心 會有很多病 OK?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的體脂高 你也會有很多病 什麼病呢? 例如高血壓 高血脂 睡眠窒息症 高血糖 心理壓力 膽結石 驚奇不順 癌症 關節炎 氣喘 那當然是喘 心臟就是這麼大 大概人二百多磅 追巴士 想不喘也挺難 是不是? 所以記住一件事 可以的話 其實放了一些體脂去 因為體脂其實是什麼? 是儲物 OK? 你每天都會吃飯 你儲這麼多做什麼? 是不是? 所以 可以跟他分手 一定要分手 其實一件事就是 老不老不要緊 在香港來講 醫療是非常貴的 所以 其實就算 不是說美女 或者是貪美也好 都要變一變身 你看那裡有一幅圖 你看那個女士 雖然我們看不到她的樣子 她去看一個這樣的身材的時候 如果我們拍到她前面 她應該是無限唏噓 我們左邊那幅圖 你看到有些護士 推著人進醫院 認真地說 我都試過 但我試過是什麼? 不是有什麼問題被人推入醫院 而是去做體檢推入醫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做一晚的體檢 OK? 我們香港的養和醫院 究竟多少錢埋單呢? 我住半私家病房 埋單的時候 一晚是12萬 OK? 一晚是12萬 如果私家病房的話 我的好朋友醫生告訴我 是25萬左右 普通病房是6萬左右 你知道我是去驗身而已 但是認真地說 我那時候的感受 告訴自己 你來驗身一次就好了 千萬不要病住進來 為什麼呢? 如果搭橋通波仔 其實 那一月也有二三十萬 OK? 血壓藥每個月三百一千 糖尿病三百千五 心臟病藥五百三千 膽固醇三百五百 其實不要以為 改善健康的東西很貴 當你病了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叫貴了 全香港最貴的那張床 不是Grand Hyatt Presidential Suite 那張床 是那張病床 OK? 所以我們記得一件事 盡量避免 你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 我覺得很重要 告訴大家 記住永遠不要看重量 這三個女人都是一百二十五磅 但是你看看 左手邊和右手邊那個 為什麼差這麼遠呢? 想不想知道的秘密? 想知道的秘密 就間中記得去逛街市 你去街市看看 兩個kilogram的肥膏 和兩個kilogram的瘦肉 肥膏就拿行李行李行李裝 瘦肉就拿辦公行李行李裝 明白嗎? 所以其實這件事就是 如果是肥膏的話 是大很多的 所以我們有些叫什麼? 有些叫瘦肥人 就是他的樣子不肥 但是原來他身體裡面 大部分都是肥膏 所以記住一件事 不要看自己的體重 永遠就要找你的介紹人 去Newskin去磅一磅脂肪 你就知道你裡面的是什麼 你裡面的是什麼? 可能是脂肪 可能是水 可能是骨頭 可能是肌肉 所以記住 不要管自己多重 要知道自己裡面有什麼 坊間這麼多年來 女人都說 其實減肥是終身事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有個朋友 他是美容院老闆 他說我為了保持我 優美的身段 我只是一個字 就是餓字 他說其實說真的 雖然我不是潮州女人 但是很少有機會吃餐飽飯 真的非常可憐 有些是什麼呢? 有些是有些輕射的作用 他就是射到他減肥為止 射到他瘦 有些人你看他為何面青口唇白 因為他餓到自己瘦 然後因為他減肥的過程太不開心了 太沒有營養了 變了會病 而且有些減肥的方案 是很貴的 所以這四件事我就要避免 OK 好 我深信如果現在大家想去減肥的話 其實有些人就跟你說 用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就行 我們經常說 條條大路都通羅馬 OK 你要去羅馬的話 其實有很多路去 有些人減肥 他說我什麼都不用 土髮煉鋼 什麼叫做土髮煉鋼呢? 就是做運動 OK 做多少運動才會瘦呢? 你看一下姚明 馬拉當娜 他們退役之後 肥還是瘦?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肥肥 因為其實他們做大量的運動才會瘦 如果你打算做運動來變瘦的話 你是不是這輩子都做這麼大量的運動 你一停下來會怎樣? 那些叫做反彈的聲音 第二件事 我們香港現在有些朋友 就流行一件事叫生酮飲食 有很多人都試過 生酮飲食是怎樣的? 他說不要吃澱粉 吃多些脂肪 牛油可以一根一根不落肚 一塊牛扒 我平常切完肥不吃 他就要吃完我切出來的肥肉 這種方法就算減得到的話 其實是不是整家人都可以陪你一齊買菜吃飯呢? 你願不願意一輩子都是天天在耗肥油呢? 所以一件事 如果不能夠持續的話 又反彈 有些人就是吃代餐 其實你知道香港是什麼? 是美食天堂 你叫我吃代餐 其實真的將我人生樂趣 就拿走了 有些是什麼呢? 有些人斷食 更厲害 絕食 不讓自己吃去瘦 其實不要說絕食一個星期 三日 四日 我只是去做體檢的時候 叫我不吃東西一晚 已經生不如死了 OK? 所以記住一件事 下面這幾個字大家要抄下 就是非人性化 非人性好像少有化字 非人性也OK 非人性 及不能持久的 必然反彈 這個是Thomas Ho說的 OK? 我觀察了這麼多年的朋友 為什麼會彈完又彈 彈完又彈呢? 是因為他們用的方法 是不人性化 OK? 所以TR90這麼好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非常之人性化的 在90天裡面 我們什麼叫重啟人生呢? 厲害了 可能有些人一輩子被人叫肥仔 被人叫了一輩子 可不可以在90天裡面 以後不用被人叫肥仔呢? 是可以的 OK? 有些人就說 你看看他 肥到什麼? 肥到腫了 好像浮屍一樣 哇 這個很傷害的 是吧? 所以一件事就是 只要用好這套產品 以後不要被人叫肥仔肥妹的話 或者這位主婦 被人叫主婦是不是很傷害呢? 是吧? 所以記住一件事就是 我們可以用90天的時間 是幫朋友重啟人生 或者幫自己重啟人生 你瘦猛猛的話就加肌肉 你肥嘟嘟的話 就變回身材 是不是很好呢? 我曾經有朋友跟我說 他說 喂 TL90 我覺得很貴 那我就說 請問 如果你成為你兒子的學校裡面 身材最好的媽媽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TL90貴不貴呢? 我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我曾經兒子的同學 跟我兒子說 他看到他的鎖匙扣 有一幅媽媽的照片 他就問我兒子 你媽媽是不是做電視的? 為什麼他這麼漂亮呢? 你想想 如果90天之後 有人 有個同學 這樣跟兒子說的話 你覺得其實 賣兩萬元 是不是真的很貴呢? 所以重啟人生 其實不是誇張的一件事 我們做TL90 記住一件事 我們不是孤孤獨獨地做的 我們六月就會開班 每逢星期三晚上 我們有個group gathering 然後在開班之後的幾個星期 每天都會有小天使 班長 副班長 去關心你的飲食 關心你的養生 關心你的減肢增肌 強身健體 你可以很放心一件事 就是自從我2011年入了宏輝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 持之以行的系統 去支持我們的朋友 去大變身 OK? 2013年之前 這個系統叫做TRA 那時候也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是用一個營養方法 幫助大家減肥 2013年之後更加厲害 因為別人講營養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基因科學了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就是說 我們真的有很多經驗的成全 OK? 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Mission and Vision 對吧? 我們TR90的Mission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 我們有一個團隊 去令到你健康得來 又要漂亮 團隊健與美 增加脆味性和積極性 脆味性是什麼呢? 其實做運動沒有什麼脆味的 其實說真的 人家一般人減肥是沒有什麼脆味的 但是你放心 我們會放一些元素下去 令到你覺得很開心 很好玩 然後我們會令到你很積極的 重點一件事 就是要體現自我形象的蜕變 我們想起什麼是蜕變呢? 就是一條蠶蟲 變了蝴蝶的時候 這就是蜕變了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住物大變身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蝴蝶 為什麼呢? 當你蜕變了之後 你就會飛 OK? 變臉 其實哪個變臉呢? 可能是你老公變臉 可能是你男朋友變臉 因為其實他見你變漂亮了的時候 整個臉色不一樣 OK? 所以其實你減肥 他變臉 是不是很正呢? 所以記住一件事 一定要變身 OK? 變得更漂亮 更閃耀 就是別人說 看到你很殘忍 那種感覺就對了 所以其實 TR90 真的不是說玩的 我曾經跟兒子說過 我說記住一件事 兒子 將你娶老婆 娶妻求淑女 OK? 肥一點也無所謂 爸爸送一套TR90給他 他就是什麼呢? 立刻變成美女 這個好像股票一樣 撈底 然後一升的時候 變成古王 OK? 好 做New Skin 做TR90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我們會有很多專業的老師 譬如有位瑜伽的老師 教你如何做瑜伽 做家居運動 這樣說 然後會教你如何使用SPA機 因為很多朋友 其實他買TR90的時候 會買一個大套裝 大套裝其實是原價的七折 真的很划算 裡面加上SPA機 其實我們會有人教你用的 我們除了瑜伽老師之外 或者在我們團隊裡面有 全香港非常出名的足球教練 足總教練 我暫時不講那麼多字 你開頭進來的時候 你慢慢認識一下老師 你就知道會很厲害 OK? 好 絕密大變身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第一 我們是提升身體的機能 就是說你不會down的 你的肌肉多了的時候 其實你的新陳代謝是更厲害的 你慢慢慢慢會發覺就是 為什麼吃都不肥呢? 因為你的引擎大了 你的腸胃功能會好了 OK? 因為為什麼呢? 別人說要吃得可以 有很多人其實是 一天吃三次 但是三天磨一次 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不要說身體不好 不死都出奇 OK? 我們希望透過絕密大變身 導致大家加強免疫力 OK? 加強免疫力 其實不是這麼說的 免疫力是可以量度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5免疫力是用一個 S3 Photonic Scanner去量度的 這個我們會幫大家量度的 所以你在整個減肥過程裡面 是會精神逆逆的 記住 絕對吃得飽 哇 正啊 然後還要吃得好 正啊 OK? 因為很多人說 真的要減肥的時候 是沒有一口好吃的 而做絕密大變身的時候 我們的學員經常問 是不是減肥要吃這麼多東西? 真的 減肥是真的 餐餐吃好東西的 OK? 待會告訴大家吃什麼 我們建立了肌肉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快去燃燒脂肪了 就等於你買一輛Benz OK? 220和350有什麼分別呢? 車子一樣大了 但是引擎大了 引擎大了的時候 是不是耗油量高了? 當然買車就不要買耗油量那麼高 但是如果你的新肌肉多了的時候 你燒脂肪是不是多了? 脂肪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燃油 叫做Petroleum 所以其實我們多了肌肉的時候 燒脂肪就快了 我們的方法很簡單 不用拿著綁做人 不複雜的 然後一件事就是 最重要是什麼呢? 成效是可以延續 不會隨便反彈的 不會說高高低低 我們說的叫搖搖效應 就是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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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會的 科堂的重點是什麼呢? 首先 我們經常都說明心見性 你要明白自己為什麼肥 是哪一類 有些人不是肥 他是水腫 OK? 其實有時候說肥腫不分 究竟你是肥還是腫? 為什麼你會肥? 你明明一天吃一餐都更肥 原來一天吃一餐是肥的一天吃三餐的 你聽老師解釋就知道了 第二,訂立一個實際的目標 所謂實際的目標就是可能 你的脂肪已經用了30年的時間來積聚 不會三天搞定 如果三天搞定的話,我相信你也要看醫生 不可能的,是不是? 但是認真地說,一個90天的過程 我們真的見過一些無可相信的結果 因為其實90天可以做得多好呢? 是在乎你有多想 所以記住我們的老師 會和你訂立一個實際的目標 建立一個良好的飲食行為 記住 你做什麼都要還 為什麼每個嬰兒生出來都是七八磅 我現在是160磅 為什麼你會變成220磅呢? 一定有些飲食行為是錯了 所以我們老師就會幫你訂定一個好的飲食行為習慣 然後健康的飲食方法 其實在香港如果你去飲茶的話 你大部分的飲食方法都不會太健康 因為裡面有很多豬油 所以我們有很多習慣 其實是不行的 不可以堅持,不可以繼續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會如何去健康飲食 建立優質的生活態度 生活態度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譬如以前不做運動的人 做完TR90他要做運動 踩單車 行山 其實整個人都會舒服了 重點是我們一定會教你一些 辭之以行的方法 一剎那的光輝 不是代表永恆的 所以我們要辭之以行 以及提高自我形象 其實TR90有什麼副作用呢? 是有的 當你成功了的時候 因為你的自我形象 提升了 可能所有衣服都要買過 以前是36腰圍 現在是26 是不是全部都要買過呢? 所以形象都會提升 好,TR90的成功 我在這裡講一講 是有三個觀念的 第一就是產品觀 飲食觀 運動觀 三觀不正 就不會成功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講什麼叫正三觀 好,第一 TR90 不是一個營養產品 是一個基因科技產品 我們會明白 一個男人的基因 去到三十多歲 四十歲左右 脂肪就會在肚腩積聚 而出肌肉會慢了 女人的脂肪會去到 擺兩圍的臀部 然後出肌肉就會慢了 所以我們的產品 第一件事就是 幫我們逆轉回這個基因表達 讓我們出肌肉容易 出脂肪少一點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產品幫我們做的事 我們是直擊肥胖的根源 OK 我們不是要一剎那的光輝 你看到這裡一個大套裝圖畫 這個大套裝裡面 其他的就是會幫你刮脂肪 清水腫 做好臉 那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裡面 TR90 裡面有四個產品 我們留意一下 圈了那四個產品 這四個產品有四樣東西 第一個叫 Jump Start 第二個叫 FIT 第三叫 Control 第四個叫 Trim Shake 我逐一解釋 Jump Start 是直到那15天 是幫你燃燒內脂的 什麼叫內脂呢? 就是心肝脾肺腎黏著黃油 就是你切雞 雞心雞腎黏著黃色的那些 就是Jump Start去燒的 OK 其實你知道一個人 無論你做多少運動也好 最難燃燒的就是內脂 OK 它的味道 好像有少許檸檬茶那樣的味道 其實是那些叫做水果的提取物 那些不是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其實是食品的提取物 OK 好了 FIT是什麼呢? FIT就是幫我們加肌肉減脂肪 早餐兩粒 午餐兩粒 Control也是早餐兩粒 午餐兩粒 Control是用來控制食慾的 因為有些人開心又想吃東西 不開心又想吃東西 忙又想吃東西 不忙又想吃東西 Control是幫你控制你的 非必要的食慾 OK Trim Shake是什麼呢? Trim Shake是高級乳清蛋白 要記住一件事就是 要有肌肉 一定要有蛋白 而蛋白最容易令人吸收到的 就是乳清蛋白 Trim Shake 其實是等於一份蛋白質 一份澱粉質 OK 如果晚上回到家 很餓 但又明知吃宵夜會有內疚感的話 就可以沖一包 Trim Shake 通常Trim Shake是晚飯之前喝的 其實Trim Shake的原理 是很簡單的 原來我們人類有27,000多個基因 是跟老化有關係的 我們經過30年的研究 找了372粒 應該這樣說 人類有大約27,000個基因 而這27,000個裏面有大約372粒是跟我們老化有關係的 在這372粒裏面 有三組 三組是跟我們減肥有關係的 第一就是 脂肪代謝的Youth Gene Cluster OK 另一個就是增肌素營的Youth Gene Cluster 一個就是控制食慾的Youth Gene Cluster 我們的TR90 幫我們控制這三組基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燃燒脂肪燃燃得快些 多了肌肉 促中新陳代謝 會令到我們在減重期間 會增加肌肉比例 以及一件事就是控制心情 令到你的心情開朗 不會因為 吃少了你平時最喜歡吃的東西 而不開心 我們試過有些朋友說 以前喜歡喝可樂 好奇怪 吃了控制之後 對可樂沒有了人 這個就是控制的 特別的地方 TR90是很安全的 安全到怎樣 你知道全世界 最多訴訟的地方 就是美國 在美國醫生很容易被人告 所以就算他知道有些薪製品多好 如果一本醫生 桌上手冊沒有的話 他是不敢叫病人買來吃 TR90不是藥 只是一些保健品 但是這個保健品的質素 竟然可以入到美國醫生桌上搜查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無論你 在一個什麼情況 你給你的醫生看 他會看得明白 以及你可以很安心地吃 因為 TR90 不是藥品 它是食品 OK 今天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 我現在想生小朋友 吃TR90 有沒有副作用 我說有副作用 你可能想生一個 變成生兩個 就是這樣 因為你整個新陳代謝 好了 你的腸胃好了 你整個機能都好了 OK 所以 這個 我就叫我朋友 小心點 好 其實TR90後面有一個很勁的科研團隊 這個科研團隊就是和Farminax一樣的科研團隊 我們經常都說天然為本科學為正 我們有6S標準 這個團隊不是兼職的 Newskin大約有110個 PhD以上的科研專家 在美國和我們上海的總部 去幫我們做一個質量管控 所以無論是 奧運會高手 我們的醫生 護士 醫學人員 其實 越懂得看 細節的 其實越喜歡Newskin和TR90 我們在這裡就講一講 如果你要做這個program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Newskin的大套裝 因為大套裝裡面有兩架機 那個叫做產肉神器 就是一架細的SPAR機和一架大的SPAR機 大的SPAR機是小的SPAR機的10倍功力 我們在這裡提醒大家 不要拿大機來塞臉 因為臉上有些蘋果機 你不要刨蘋果 大機不要上面 這個頸位都可以 但是不要上面 但是細機就厲害了 細機可以幫你做一些穴位 穴位是瘦身的穴位 減少一個腹脹的問題 還有剛才說有些人肥腫不分 腫的其實是水腫 如果你刮對位就很容易去水腫 又可以做經絡 提高新陳代謝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出不了的話 其實可以 改善便秘 提升一個人的 排毒功能 OK 你很放心 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我們的老師會教你怎麼做 教你怎麼用 但是有時候你會說 糟糕 剛才老師說過穴位 如果我 按歪了怎麼辦呢 你放心 那個不是針 針是有穿透性的 但我們用我們的機器 是沒有穿透性的 所以你大致的位置 對的話 其實效果就會出來 OK 這些例子 其實你放心 我們雲暉是不會披徒的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越南 跟詹明娜老師在一起的時候 我是看著他做拜拜肉 看完他做拜拜肉之後 那塊拜拜肉就拜拜了 我不知道前面的朋友有多少位 有拜拜肉想說拜拜呢 你們就真的要用機器來刨一刨 運動觀是什麼呢 運動觀其實我們希望大家有一個健康人生 OK 我們不是要你做足總教練 我們不是要你跑了40公里馬拉松 我們只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家居運動 令到你們有新陳代謝 有些人就說 喂 TR90要做運動的嗎 其實說真的不是TR90你都應該要做一下運動 一個人是不能經常坐著不動的 是不是 就是那個circulation 無論你喝口水 你也要透過circulation 排出來 所以一件事就是 我們會給一些合理家居運動 給大家做 令到你們促中 新陳代謝 去排出你的身體裡面的廢物 OK 還有一件事就是 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目標 你的目標越大的話 打個比方沒什麼目標的 沒什麼所謂的 就做 10下 3組 push up 是不是 但如果你說我要英俊的張家輝的話 當然是要去健身 但是TR90 不是一定要去健身的 在乎於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你跟那個 介紹人溝通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 量身訂造一套 人性化的運動 我覺得 著重一件事就叫做人性化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是要教大家做運動 令到大家的器官 得到 適合的氧氣和營養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子 這些家居運動 其實是不用付很多錢的 自己家裏做到的 我早前又見到我們的Karlsir 陳志康先生 錄了一段家居運動給我們照跟 所以其實一件事 做TR90要成功很簡單 死根就可以了 你看到我們有很多獎 為什麼呢 我們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 我們的朋友拿獎的時候開心 在絕密大變身的時候 我們給獎給你都是一樣不開心 我們基本上什麼都獎 最開心分享大獎 絕密大獎 腰圍大獎 最糟糕就是沒有增高大獎 說明先 吃TR90是不會增高的 只會減脂肪 如果有增高大獎就騙你的 分享大獎 肌肉大獎 脂肪大獎 很多的 身體年齡大獎 抗氧化指數大獎 總之是拿獎拿不停 你看這個 這麼大人拿獎的時候 好像小朋友 真的有獎拿真的好像小朋友 抄手冊抄得好 都有獎拿的 最強衝刺大獎 到了最後七天 究竟誰的效果最好呢 又有獎拿的 你想想如果我們以前讀書有這麼多獎就好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絕密精神 Happy過人 我們絕密大變身 會很歡迎大家 去參加 其實在整個過程裏 我覺得大家最好一件事 就是 回到中學心態 OK 就算你現在是上市公司主席 什麼什麼都好 將自己變回中學生 大家參加絕密大變身 會很開心 好了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絕密大變身 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什麼 先 我們重點一件事 就是 我們這個program 是希望大家加肌肉 減脂肪 是不是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要很了解 蛋白質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功效 其實你要建樓是否要鋼筋水泥 你要多肌肉就要有蛋白質 所以蛋白質一定不可以吃得少 第二件事我們要知道其實什麼叫營 和養 營就是營運 養就是護養 我們去營運和護養我們的身體 究竟是需要什麼呢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教大家吃 應該要吃的營養補充品 教大家吃蛋白質 教大家吃多少碳水化合物 和什麼時候吃 OK 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肌肉是很重要的 我們早前就認識一個 叫做退休運動員 這個退休運動員 現在都在做教練 認真地說 我經常去恐嚇別人 我恐嚇他什麼呢 我就說 其實你知道你是一個全香港出名的人 其實你最大的資產是什麼 其實是你的肌肉 如果肌肉流失的話 就 他就很害怕了 OK 我嚇嚇他也好 為什麼呢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 香港少有的 運動大他 金牌運動員 其實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會活到120歲 所以其實我們的肌肉最好是用到什麼時候呢 用到120歲 所以其實保持肌肉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 行樓梯也沒有力 OK 但是保持肌肉是不是 餐餐啃蛋白 餐餐啃什麼雞胸肉 酒糖酒鹽酒醬醬油 什麼都走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連嬰兒也扁嘴 所以其實 不會的 你放心 我們很人性化 為什麼我是一個很餵食的人 在2013年到現在 我差不多每年都有一套TR90 我都沒吃過那麼慘的東西 所以大家放心 不會那麼慘的 我們是怎樣吃東西的呢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按照一個3333家的原則 什麼3333家呢 用自己的拳頭和手掌來做量度 不要拿了老公的手掌 否則快猴扒就太大了 你也不要拿了老婆的手掌 否則快猴扒就會太小了 我們每一頓要吃什麼 每一頓要吃就是吃什麼呢 我們要吃拳頭那麼多的蔬菜水果 所以你找到一個拳頭那麼大的蘋果就過關了 不過是三家 三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蔬菜水果不怕多吃 有那麼多吃那麼多 不過記住 就不要 好像我媽媽說 她說炒芥蘭不下油 不可以的 她就扔了很大堆油 那就不行 OK 那就不對的 但是如果是清清的 的菜 和水果的話 吃多少都沒所謂 OK 水果不是榴槤 記住我以前以為水果是榴槤 不然你買三個榴槤吃光 No way 好了 水果任食 蔬菜任食 如果你吃能量五穀的話 吃飯 每一頓 吃拳頭那麼多的飯 OK 不要爬兩碗 是一碗拳頭那麼多的飯 但是記住 晚上那頓不好吃 因為你那個TR90的trim shake 已經有一份你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你晚上那頓 記住千萬不要吃飯 因為為什麼呢 你如果不做運動燒了它的話 它就會變成脂肪給你儲了 OK 好了 還有一頓就是每一頓 都要吃手掌那麼大塊一塊肉 手掌那麼厚的一塊肉 以及每一頓都要吃 拳頭那麼大的 非動物性蛋白 譬如說雞蛋白 雞蛋 芝士 或者豆腐 豆漿 記住了 就是說你每一頓都有這四個元素 每一頓都要 OK 晚上可以不吃碳水化合物 記住這件事 還有早前我見過鍾南山醫生 國內很有名的醫生 你們在網上查一下 鍾南山早餐 OK 真是早上吃的那頓 真的吃得好像皇帝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全日去消化它 但是你睡那頓如果真的吃到超飽的話 你都沒消化完就睡了 想不肥也挺難 所以我們學一下鍾南山先生的食物就差不多了 這些 全部是 Approved OK 因為有些人就是 無飯家庭 不會在家煮飯 下下出街吃 行不行呢 不是不行 但是要選擇飲宅食 OK 你要選擇蛋白質 非動物蛋白 碳水化合物 菜 你懂得這樣選擇 在街上吃也沒問題 你看 打火鍋也沒問題 兩晚之前我才跟我的partner打火鍋 就是跟我的business partner打火鍋 我們有菜就先吃菜 吃完菜之後才吃肉 然後才吃海鮮 你會留意綠菜的時候湯很乾淨 OK 但是記住有一樣東西 我記住有一樣東西 我有個partner他很喜歡打火鍋 他用什麼打火鍋 他用竹水打火鍋 竹水打火鍋 竹水是什麼來的 是糖來的 所以其實他是用糖水打火鍋 他還說我吃打火鍋的時候 吃得很清的 Thomas老師 我說這樣叫清嗎? 我說糖尿病的人就是要 扔掉那些水 然後用清水再煮飯 那些飯才是低糖的飯 他聽了之後以後就懂得改 所以呢 有上堂和沒有上堂 是坑天共地的 自助餐吃不吃得 當然是可以 我吃自助餐 右手邊那堆蝦 我差不多真的吃一碟那麼多 我是先拿了菜 然後吃蝦 然後吃牛肉 我是吃得很有系統的 OK 所以記住一件事就是 TR90最開心的地方 是任吃的 只要你吃得對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吃白灼蝦的話 它是優質蛋白 又沒有脂肪 你吃得多少就多少 是不是 生蠔就更加了 所以變成了海膽 簡直是我最愛 OK 所以其實是很美味的 自己回家自己煮 更加方便 我家是住在鴨利洲附近的 所以你經常去街市會見到我 我最喜歡買什麼 白灼蝦 真是 非常好吃 因為吃不完就在雪櫃明天再吃 拌好沙律 非常之好 OK 所以其實 蝦 白灼蝦 是一個超好的蛋白質 雞蛋 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 因為你不空 你連吃東西也不空 很簡單 你一餐吃六隻雞蛋 有些人說 一餐六隻雞蛋 男人老狗的拳頭沙煲那麼大 不是你幾多隻 說明是兩份蛋白質 例如吃素的人 他不吃那塊牛肉 吃兩個拳頭那麼多雞蛋 六隻雞蛋 如果男人的話 可能女士一餐就吃四隻雞蛋 如果你沒有肉吃的話 所以有些人就說我吃齋的 可不可以吃TR90 可以 蛋白質 你算兩份就可以了 用齋來算 可能吃雞蛋和豆腐 那就兩份蛋白 但記住是拳頭那麼大 好了 所以其實 你放心 一件事很放心是什麼呢 就是會有很多有經驗的人 教你怎麼做 你看到他們拿個電話出來 大家不在這裡玩打機 他們在這裡分享 OK 分享去哪裡賺錢 分享一些他們做TR90的經驗 所以我們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秘技是什麼呢 譬如有些人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其實你說過TR90我OK 不過我一輩子最討厭吃蘋果 很討厭吃蘋果 我們就會教他做什麼呢 煮蘋果蓉 蘋果蓉和蘋果是兩件事 蘋果蓉和蘋果蓉 一樣有纖維 但是攪爛了也很好吃 因為老師會教他攪爛了之後 然後放一些檸檬汁 放一些肉桂 然後冷藏它 可以吃兩天 吃蘋果蓉好像吃雪糕 不用咬的 這樣也不同 還有蘋果是要連皮吃的 OK 這些細節的東西 真的你不上課是不知道的 例如小米粥 記住 白米是junk food 沒有纖維兼很多糖 OK 所以我們就要吃十谷米 吃小米 不是吃了小米電話 是吃小米粥 OK 我知道你都在想什麼 然後G3很厲害 G3就是 High Antioxidant 果汁 G3就是三種水果 沙擊、次里和 杞子 OK 這些就是 老師會教的 真的如果上課後你會發覺 唉 這麼大的人員 原來我吃飯都不會吃 你說是不是很大件事呢 所以上課後 你會發覺 整家人都會健康 譬如說 這位 這位 這位先生 其實我是住在五樓 應該是住在二樓的 還有他 之前是我學校的家長 他本來已經不是太胖了 而且是非常有顏值 但是他做完TL 80 未到90天 80天你看看 肚子小了 數據就是 減了7.7磅脂肪 肌肉多了 體重低了 腰圍 小了 內臟脂肪 少了 已經夠年輕 還要年輕多6年 變回18歲了 然後創氧化指數 就提升了 這位就是剛才Germann老師 你看看2005年的時候 圓圓潤 2013年的時候 好像年輕過2005 然後你看看2019年 拿回以前的褲子出來 是這樣的 所以記住一件事就是 TR90 最大的副作用就是 這條褲子的作用 OK 要換掉褲子 這些就是TR90的副作用 無論男男女女都是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很想請一個 我覺得他 我初初認識他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他 一定是紅雞省畢業 為什麼呢 他從第一天開始 他真的是 循規道舉 老師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基本上是我這麼久以來 認識的 非常優秀的學員 其中之一 OK 他的名字就叫做 阿奇 叫做 Didri 事不宜遲 不如我將畫面 交給 Didri 跟大家分享 Didri 準備好了 交給你 嘗試一下 Hello 阿奇 你聽不聽到 我們 這個時候邀請你分享 你嘗試開麥克風 Sorry Hello 我們再次歡迎你 謝謝 Thank you 大家好 我叫阿奇 我是剛剛參加了Zoom那屆絕密秀生班的畢業生 在這裡很高興 很高興 Thomas就邀請我參加這次的絕密秀生班的簡介會 真的很高興 為什麼我會參加之前那個絕密秀生班呢 其實是因為幾年前 生了BB 一直都沒有秀生的 身體越來越重 越來越肥 即是家人或者朋友 肥到都不說出聲 然後最主要就是膝蓋 其實是慢慢覺得很不舒服的 再看回自己之前 婆婆或者我媽媽 都是膝蓋不好 要換膝蓋 那個膝蓋的 我媽媽 剛巧Kristine就介紹了一套 TR90的 這套產品給我 再聽到絕密秀生班兩個字 絕密秀生班兩個字 我又想靚又想健康 所以我就決定參加這個絕密秀生班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其實是很短時間而已 這個圖 其實這個圖 你看到左手邊很肥的兩個 都是我來的 只不過是上年的十二月頭和三月頭 在絕密秀生班之前 沒有多久拍的 右邊有個大半身 自己拿著電話selfie的那個 就是我在絕密秀生班的中途拍的 其實你看相片的變化 都已經看到幾大一下 這樣 其實在絕密秀生班裡面 令我什麼是最深刻的呢 麻煩下一個 真的太多了 如果要認真說 就一個小時都說不完 因為有這麼多課照 但是其中有兩樣東西 我是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第一課 Thomas叫我 準備一塊煎熟了的雞扒 上課用的 叫我騷出來 在那個時刻我就不知道怎麼騷 我唯有拿在手上騷出來 然後拿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 竟然老師就說我這個份量是不夠的 那真的是第一次再次體驗到 一定要吃得飽 那就真的很開心說要飽著瘦 因為在這個堂裡面 其實經常性 我都會說我吃不完一些東西 但他們說一定要飽著瘦 那就是 很開心不用怕會肚餓 因為我太喜歡吃東西了 這樣子 那第二個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 有一堂 大家都會一起用SPA機去上課 在那個堂裡面 老師就真的找了模特兒去做示範 教會我什麼叫橫跳躍 脾經 膽經 胃經 這件事是很神奇 很神奇地教我 怎樣用這部機去瘦身 我最初不是很努力去用這部機 但是 做了 做了幾次而已 因為 我最初是做很長時間的 我做一個半小時一次的 他們說不要啊 做得太久你會沒有心機的 只需要每次做20分鐘左右 就會有效果 我真的一個星期做 三次左右 我不是一個很勤力的學生 但是 都自己 看到效果是有些線條 去了一些水腫 這樣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效的 我覺得 再下一張 麻煩 這個就是 我的 在TL90裡面 我在那個 絕蜜壽生班的 過程裡面 由我第一課 去到我上完最後一課 一個星期左右 原來我的脂肪可以減到5.3磅 肌肉原來可以增加到5.8磅 身體年齡 就可以減到6歲 最厲害 剛剛 Thomas說的 S3 抗氧化指數 我最初由很低很低 26,000 是很不健康的 到現在 已經有50,000 所以 在一個過程裡面 我都未完成 TL90 但是已經有幾理想的成績 那 真的很開心 買一套TL90 再參加了 這個絕蜜班 絕蜜壽生班 想不到 是有一個 那麼強大的團隊陪著我同行 是沒有想過的 很開心 學會了 怎樣去 健康 減 增肢 不是減肢 增肌 減肢增肌 不會像坊間 一般不健康的減肥 什麼吃蘋果 不吃東西 其實我都試過了 做減肥機 我什麼都試過了 但是 真是很有效地 讓我實實在在覺得 上完這個課 是很認識自己的身體 怎樣去善待自己的身體 保住瘦 真的很重要 這件事 其實我這套 TR90 我還未完結 但是已經拿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不錯的 效果 優惠是減得最多的 其次就是抗氧化指數 剛才說 從一個很差的水平 去到現在一個良好的水平 如果按 書本上這樣說 我是跳了4級 所以這真是非常好的效果 還有一個年紀 我其實只有40歲 不過初初讀出來 就50多歲 幸好經過一輪的努力之後 現在回到40多 我現在預見我將來 應該回到27 差不多吧 這是我的目標 我覺得是可以看到的 因為這套TR90和絕密手心 是真的令我認識到 怎樣去愛石子的身體 怎樣令自己更加健康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未參加的 應該要參加 不是應該是絕對要參加這個絕密班 因為 真的很開心的 參加這個絕密班 是會令到你 很開心地去 減脂肪 增肌肉 又變得漂亮 又健康 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去分享他們的經歷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謝謝Thomas老師 謝謝 你給我一個咪給你嗎 聽到了 聽到你說話 Thomas老師 大家好 聽到我說話嗎 聽到了 謝謝 我在這裡要給阿琪一些掌聲 為什麼呢 我都說了 就是說 其實他飲食真的很乖 我覺得在這一屆裡面 他真的是 拿紅雞繩 但是呢 剛剛他說的話 我有一點 覺得好像我重操故業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聽過 其實我以前做律師 做律師 當然要找證人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剛剛 阿琪所說的 見證 我覺得 基本上 是情理兼備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在這裡送一句說話給阿琪 就是 你一定會遇見更好的自己 因為其實TR90 重點是 不需要吃一輩 OK 但是你這個習慣 保持一輩 你會發覺就是 就算完了90天也好 你的身材是會繼續瘦 你的肌肉會繼續多 為什麼呢 你已經掌握了一個 對的吃東西方法 你已經掌握了一個 對的休息方法 你已經掌握了一個 對的運動方法 其實最好的 還未來到 OK 所以 你要多謝你自己 給了一份這麼正的禮物 給你自己 還有一件事就是 老公真是好 在一個 為什麼 在這裡說得對嗎 我們經常開玩笑說 在一個不出軌的情況之下 換了老婆 YEAH 多謝 說錯話 這麼開心 說完這些 OK 所以 其實在TR90 這麼多年裡面 又真的有 很多 見證相 你要放心 在我們弘輝 我們不會有什麼P圖 改到不清不楚 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例如 April April 已經是一個 小朋友的媽媽 你看 穿字機 出回來 其實我相信再過多10年8年 跟女兒 好像兩姊妹在那邊跳跳 逛街都可以 這個 這個厲害 這個叫佳哥 OK 佳哥你不要以為他是做TR90 先做運動 他未做TR90之前 他都去舉鐵 但是這個舉鐵舉到右 即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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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舉到沒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但是做完TR90之後 你看看他的樣子 就是有1027那個 哇 基本上是不是好像韓星那樣 所以記住一件事 不要洩氣 無論今天你是怎樣也好 明天的你一定會是 非常之光彩 OK 這個很厲害的 Steven 我認識他的時候 圓圓圓圓的 其實差點變了大叔 其實他不是年紀很大 但是樣子真的很圓 2018年的時候 都已經跑去馬拉松 以這樣的圓圓圓的形象 都可以完成40公里 但是身材沒有改變 是不是很可憐 40公里身材都不改變 但是一套TR90 去到右手邊那個樣子 11355 去到11355那個樣子 是不是很棒 所以其實我相信 TR90真的改變了很多人 OK 這個也是 Carol和Vincent Carol其實我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 黑黑地面的圖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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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一個很照顧他的老公 他老公為了照顧他 就是老婆減肥 老公陪伴 穿同一件衣 你有沒有覺得右手邊那個帥了很多 那種種象象是沒有了 其實那種象象記住 未必一定是脂肪 那些可能是水份 所以你做TR90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做TR90的話 記得要買那個大套裝 因為裡面有機器 因為那個機器不只是要來裝美的 那個機器用來什麼呢 通淋巴 令到你沒有水腫 其實呢 有些人說 很神奇 用完一次就瘦了 其實不是用完一次就瘦了 是那條水喉塞了 你用完一次通了之後 就即瘦 OK 就是說你有沒有見過別人的大腿會瘦了臉 即時的反應 其實不是就是坑渠通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Mae姐 Mae姐 其實我不要爆她多少歲了 其實她已經退休了 她認識她的時候 就是紅色三個樣 2018年現在 其實整個人的身體 內資少了1.5 脂肪少了10% OK 120磅 130磅的話 脂肪少了13 Sorry 少了16磅脂肪 16磅脂肪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去打保齡的時候 通常你用多少磅波 小朋友用8磅 即是兩個8磅波 但是你會不會用16磅波來打保齡 Mae姐就丟了16磅波 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身體年齡年輕了15年 肌肉多了10磅 就是丟了脂肪多了肌肉 是不是走路也爽一點呢 所以阿琪剛才說自己27歲的時候笑了出來 其實她太保守了 我跟阿琪說是24、25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27 老師說的話你又不相信 好了這位呢 又是厲害 Raymond 其實是一個我們港鐵的高層員工 他也是很Sporty的 你知道嗎 每個週末去打哥爾夫球 18個孔 行路多過坐車 但是你看看她的肚腩 本來是橙色褲那個 OK 但是她現在在表現什麼呢 她又說側面 又說側面 因為右側又右側 她很開心就是 重現她的六塊腹肌 OK 你要看到 腰圍少了9cm 90天內 內脂就減了2.5 脂肪比例就少了大約7% 肌肉就多了 多了3kg肌肉 但是體重沒有什麼改變 她告訴我 昨晚她跟7個舊同學吃飯 我相信她都應該威絕那圍桌 因為其實這張舊 舊同學吃飯 如果這樣的年紀的時候 通常說什麼呢 就是 空波仔在哪裡便宜 然後去哪裡去 做體檢 哪裡又可以買到 不知道什麼藥 這樣說這些東西 我想說 Raymond 一拿起衣服 真的沒得說 贏了 OK TL90會幫你找回一些東西 找回什麼呢 找回膝蓋 OK 有些人是肥到 看上去的時候 看見肚腩是看不到膝蓋的 但是New Skin很好的 就是TL90很好的 是你做了SPA機 做了TL90 你可能會找回膝蓋 和菠蘿蓋 OK 所以就用心做了 已經是發生了很多次 記住我們有絕密大變身的班 其實你跟什麼人去買TL90 那套TL90也是一樣 但是 我們團隊做的絕密大變身 已經是超過有十幾年的歷史 這個就很不一樣了 我們有一些很專業的指導 會令到大家 拿到TL90的真正價值 OK 我強調就是 你不要說 我以前試過 你以前沒跟弘輝試過 你就是從來沒試過 OK 我們就是你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你 填一個健康問卷 還有我們會和你做一個很準確的測量 因為為什麼呢 數據 就會說話 OK 數字會說話 所以我們很希望在你開始之前 和你記錄下一些數據 我們不會天天檢查的 我們可能一個星期檢查一次 兩個星期檢查一次 三個星期檢查一次 然後去到你可能90天 30天、60天、90天檢查一次 記住不要經常看 但又不要不看 OK 到了打壓比方去到最後的時候 有些指數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那你怎麼算呢 你就可以看回 你發給老師的照片 你在吃什麼呢 叫你不要吃燒鵝 你吃燒鵝 叫你不要喝茶吃蝦糕燒賣 你吃蝦糕燒賣 是不是失敗也有道理 但是反過來 好像阿琪 阿琪是 紅雞星畢業的 是不是 叫他吃什麼呢 我估計 我覺得阿琪 我不會給他100分 我會給他85分 他有85分 一定有90分的成績 OK 其實不是說 不是很判斷 不是說你死了死了 你死了 90天裡面你有一天 忘記了吃 這個不是問題 其實重點 你有這件事在心裡面 真的做一個盡力力 盡力力去做 你一定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在我們絕密大片身裡面 我們一定是 非常之歡迎大家 我們經常都說絕密精神 Happy個人 是不是 我們不會給大家 壓力的 因為身體是你自己的 但是記住一件事 如果你是一個好媽媽的話 你要記住 你一定要保守你自己的健康 為了小朋友 為了家 所以變成你是好爸爸 都是一樣 在我的partner裡面 其實現在最新有兩位 都很厲害的 就是牛哥牛嫂 Karl和Kristine 我初認識他們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形男美女的 不過圓了一點 但是今時今日 我今天和Karl 下午 他真的穿 T shirt 穿件 藍色jacket 灰色褲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肚腩沒有了 然後就很瀟灑地走進來 我說 以前你靠你的腳法 穩食 現在你可以靠 顏直 穩食 大家可不可以靠 大家想不想用樣子穩食 用身材 健康穩食 其實做絕密大變身 就會給自己這個機會 那我的分享 去到現在 差不多了 9點28分 58分鐘 沒有超過一個小時 在這裡 非常榮幸 代表雲輝 跟大家分享絕密大變身 希望在我們的六月班裏面 看到大家 如果你要想的話 記住就不要想 因為姜老師經常都說 行動是 真理的唯一指標 是 真理的唯一指標 是真理的唯一指標 我有沒有說錯 有說錯 等一下你 WhatsApp 老師說 行動是 檢視真理的唯一指標 說得這麼好 其實心動就不如行動 TR90就快快脆脆買個大套裝 6月就參加我們絕密大變身 在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 再次多謝Thomas老師和阿琪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在這裡跟大家說說一些行政策 是不是聽完之後覺得 什麼時候開班 什麼時候開班 跟大家分享 我們是6月10號 6月10號晚上8點正式開班 我們會在5月31號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早報優惠 650元上中7堂 在5月31號打後 報名是780元 OK 也說過很少給大家聽 除了 今次上課有好優惠之外 就是你今個月買 TK90套裝 公司就會送你這個Body Spa 這個Body Spa就是剛才Thomas所說的 一個按鈕 可以透過密充電流 可以透過我們的按摩 手臂 肚子和大腿 可以瓦解身體的脂肪 分解身體的脂肪 和代謝狗 代謝狗 這些細胞排不走的廢物 所以 5月份你決定KF90 再加上我們絕密班 可能就會在90日之內 令你有很多很多的驚喜 我們今天的絕密大變身的分享在這裡 再次謝謝你們 全部一起參與 有什麼可以問介紹人 或者報名的時候 你也可以找介紹人的資料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 拜拜啦 多謝 謝謝大家